大家好,我叫王光总,我继续给大家分享NLK技术 看一下这节课我们要讲的内容,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本地函数的注册 这节课我们要讲的内容是内型转换 内型转换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所说的转换不是说什么强转啊,向上转型啊,这些内型 我们这里主要说的是,这个数据怎么从Java当中跑到C里面来 这个C语言里面的,C语言函数里面的这些数据,这变量,各种各样变量的数据 怎么又传到Java当中去,是讲的这样一个知识点 从这儿往下看,Java类型不能在C函数中出现,这是必须的 因为Java的类型在C函数中出现的话,这个函数就肯定就要报错了 因为C函数里面肯定只能使用的是C类型,包括金安类型可以使用 都是因为金安类型本质上也是C类型 后面这里说Java类型的数据传给C,怎么传,这其实这句话说明了Java数据类型的数据传给C 就只有这么一个办法,是把,是通过Java的数据类型呢 当作实仓,而C元函数,这个C元函数的形仓,我们的类型应该是JNI类型 这样那个Java的数据类型一传,那么C元函数在执行的时候 以JNI类型的参数的形仓的参数就可以接收到Java那边传过来的数据 就是这么一个传递方式,当然Java传给C也只有这么一个方式了,也没有其他办法 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么我的JNI类型转向成,就是说传过来之后 C元函数接收到Java数据类型,接收到之后呢,是以JNI类型来接收到 那C元函数里面就应该是JNI类型 那这个JNI类型能不能跟C直接用呢?不能,至少说用起很不方便 我们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应该把这个JNI类型把它转换成C类型 这样才能在C开发当中去,实际开发当中去方便的使用 但这个转的过程呢,就是针对不同的类型 我们要进行不同的转法 这个也就是后面我知道要讲的JNI类型怎么转变成C类型 要专门花一节课来讲这个内容 下面JNI类型数据怎样才能被Java类型变量接收? 实际上就是说,JNI类型就是在C函数当中才有JNI类型 是吧,这个JN类型的数据我要传给Java 这么传呢?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C函数以JN类型返回,Java数据类型变量可以直接接收 就是说,以函数返回指导形式,返回给Java 我们去这样思考一个场景 我们Java通过本地函数声明去调了一个本地函数 去调了一个C元函数 而该函数呢,有一个返回指 返回指,根据前面讲解的静态注册的方式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本地函数的返回指,除了Vide之外 必须是JNI类型 而这个,所以这里说的函数以JNI类型返回 所以,刚好这个JNI类型只要返回Java调用该函数的 调用该,调用本地函数的地方 它就可以直接接收到 那你用Java类型来接收就可以了 当然你要清楚,到底用什么Java类型来接收 这就是这里,这就是我们,当然这个比较简单 只要根据我们之前讲解的这个类型的对照表 对应的类型来接收就可以了 比如说,C语言的那个地方函数返回的是JINT 那么你Java就用INT 你C语言那个地方返回的是J四寸 Java那个地方就用对应的J四寸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是引用类型呢 比如说是学生类的引用类型 你肯定C语言这边返回的是JObject 那Java那边接收呢 就直接用一个什么类型来接收呢 就用STU学生类的引用类型变量来接收 然后你把它强转成学生类就OK了 这就是第一种方式 函数返回 还有一种方式 C函数中调用Java方法 C语言当中是可以直接调用Java的 我们之前举的例子 那是Java方法当中调用C 那反过来C 其实函数中也可以调用Java的方法 那么去调用Java的方法的时候 这个方法就不是什么C语言方法 也不是本地方法 就是真正的Java当中的实力方法 或者说近代方法 此时 如果说Java的方法当中有一系列的变 有一系列的参数 那你C语言函数在为它传参的时候该怎么传参 就以对应的GNI类型作为参数来传参 如果说 就个例子说 如果说Java的函数它是INT 那么你去调用Java函数的时候 C语言函数在调用Java函数的时候 你就用GINT类型数据为它传参 如果说Java的函数的参数的类型是 是最字符串 那你C语言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那你就应该传一个参数是J4 就这样就OK了 这样就我们就把 就把这个JNI数据的 就直接就传给Java了 后面 说到这儿之后呢 这里一个提问 C函数中 C类型数据怎么传给Java 实际上这个传的过程应该是这样来做 先把C类型转成JI类型 再把JNI类型数据传给Java 是这样的 是这样来的 当然这里传给Java就是我之前说的两种 第一种通过函数的反复值 第二种通过调用Java的函数 把JNI类型当齐仓 关于C语言 这里说的先把C转成JNI类型 而我们前面这里提到过什么呢 把JNI转成C JNI转成C类型 这里说过 当地有一节课 同样的道理 C类型转变成JNI类型 也有一节课 所以这是后面要单独讲的 我们再来看传仓与反复值的原理 这应该说相当于是本节课的一个总结吧 Java传仓给C函数 C函数使用JNI类型接收 把JNI类型转化成C 是个总结 就是对前面的 Java把数据传给C C用对应的JNI类型 你Java 就要看Java那个数据什么类型 C语言对应的那个JNI类型来接收 接收到之后呢 再把它转成C类型 然后 因为接收到之后 是JNI类型接收到 转成C类型 就方便C语言 使用C语言的一些顾面 函数反复值传给Java 就是C类型转化成JNI类型 转成JNI类型 转成JNI类型 因为你C类型不能直接传给Java 只有JNI类型可以传给Java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把C类型转成JNI 再把JNI再传给Java 就成功了 或者说 把JNI类型作为返回值 传给Java 这说了的啊 就是这两个步骤来实现 通过这两个步骤来实现 C函数反复值 返回KG2 这就是函数的传参与反复值原理 这里的类型转换 实际上 就跟我们普通意义上的类型转换 是不一样的 这节课就学到这里 有了这个理论 我们才往后讲 我们的课程呢 有个特点就是 理论非常的多 因为这个技术 代码其实非常的简单 代码非常的简单 但是内容非常的麻烦 我记得以前 我在一个公司去参加一个企业培训 我在那当老师 是 西埔那边的一个 西埔那边的一个 金网通 金网通这么一个公司 公司里面有2000多个人 他是个厂 然后呢里面有 40 40多个程序员 其中有 10来一个是交板程序员 而他们做的是 亲户式产品 他们那个 安卓程序员 然后有30个是 亲户式C的程序员 他们要实现 他们 之间就是C 做C的交板做交板的 然后专门用一个人 专门来做NDK 进行衔接 而那个人呢 他说他 那个同事 他说他工作非常非常的累 那实际上是他 因为他没懂 他真正懂了 他有什么累的呢 我想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说这个 其实代码非常少 他累是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懂 如果真的你完全懂了 其实代码极其的少 所以说我们学习这个技术 你重点要做理论 真正实际工作开发 其实这个 这个 代码是写的非常少的 因为C 因为你要做C的人 一般说来 就让他专门做C 做交板的人 专门做交板 如果说你只做NDK 那你就幸福了 那只做NDK 就这样把衔接一下就完了 还是这个的 他吹了个小牛啊 好吧 这期课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